第六十一级 不败女 无论射击还是格斗 基础训练都很重要啊 我们需要通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形成快速反应的脊柱技艺 这样在对敌的时候 才能条件反射地做出最正确的应对动作 不败女 要数据你的武器 比如用手里的USP 它是一支半自动手枪 有枪管 套筒 套筒座 附近黄组件和弹夹五个部分组成 正枪有五十三个零部件 枪长三百八十毫米 是用点四五ACP的子弹 诶 卧枪姿势必须正确啊 用你的左手握住枪筒 把枪瓣对准你的虎口中心 用手掌找到最舒服的位置 握紧 嗯 历史射击 我们一般采用对等三角的射击姿势 身体重心双向前倾 双臂平举 锁定肿关节 握住枪 双手下锤 然后迅速指向你的目标 查看是不是你的瞄准目标 任何训练都是枯燥而且发胃的 整整一整天的时间 李牧的耳边回荡的 都是大老爸咆哮的声音 魏子齐是个白丁 他不得不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讲解 不得不说 李牧找对了教练 毕竟大老爸是过来人 拥有丰富的带娃经验 而且为了梦想 他可以倾尽全力 他严苛地执行制定好的训练计划 于是乎 这便苦了小萝莉魏子齐 除了一开始 他乐呵呵地开了几枪 过了过瘾 剩下的时间 都是在基础训练中度过的 拆卸组装USP 二百字 站立式出枪 双手瞄准 一千次 单手出枪 一千次 移动出枪 一千次 小萝莉一整天的脸 搭了都跟苦瓜一样 可是偏偏呢 连叫苦叫累都做不到 因为李牧根本没给他苦累的机会 李牧悠哉悠哉地品着香茶 吃着甜点 观看小萝莉的训练 然后总会在合适的时机 帮魏子齐刷新状态 而小萝莉瞅准机会 就会来找李牧抱怨 不是大叔 好烦啊 我能不能不练了 知道苦弄苦 方位人上人呢 魏子齐 你不能只看朝杀女的辉煌 他也是像你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从五岁就开始这样的训练了 不要让你的偶像看不起你啊 我是大叔 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和他老爸说说让我歇会儿吧 魏子齐啊 你现在的每一份辛苦 都是为了你的生命 你多一份努力呢 幸运女神就会多眷顾你一份 你也不想打弗兰克的时候 变成一具尸体吧 想想你的父母 他们养育你十年 结果呢 却收获了一具尸体 该有多伤心呢 魏师大叔 这里不是电影啊 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在这里死了 你就真的死了 魏子齐 你不是在为我训练的 魏师大叔 我想 记住我们之前的承诺 永远不要跟我提回家两个字啊 只要你提 我立刻把你送去弗兰克那里 把你真正的送回家 可是 魏子齐 超级英雄之所以是超级英雄 是因为他们永不退缩 不怕任何困难的精神 坚持下去 回归之后 你照样是超级英雄 那是 你将是别人崇拜到无效 加油啊 这次会是你一辈子 享用不尽的财富 为了他的小客户 能坚持下去 李牧也是贫了 拼命地给他灌鸡汤 提升他的信念和精神 也就是小孩子好糊弄啊 每每都能被李牧忽悠的是士气高昂 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重新投入了训练场地 只要换作任何一个成年人 估计都不吃李牧这一套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成年人呢 估计也不会许小罗利 这么扯淡的愿望啊 但李牧不得不这么做 小罗利的愿望限制太多 弗兰克那边并不好搞定 小罗利总要在枪林弹雨中走一走的 他可不像拉萨尔那里的一幕 在打弗兰克的时候再重演一次 搞不定弗兰克 那只能搞他的客户了 打铁必须自身硬啊 毕竟一旦小罗利出现任何伤亡 他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原本李牧打算和小罗利一样 趁机训练一下枪械技能呢 可观摩了大老爸训练魏子齐的过程 李牧放弃了 他发现 所谓的枪械一学一懂 只是他一个外行人的看法 这比海扁王还要幼稚啊 成功从来没有捷径 和武功秘笈一样 想要练成一个神枪手 那同样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那强如燕双鹰 也不是以措而就的 海扁王的剧情 时间线很混乱 李牧并不知道洪旋风出现 并设计大老爸的时间 但总归 这时间间隔不会太长的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 完全不够他把枪械技能练习到精通 除非他也像小罗利为子齐一样 什么都不做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练习枪械 但那也行不通啊 因为他是会疲惫的 没有人用共享的技能给他充电 而且离开了海扁王的世界 他都不一定再有机会 接触到枪支弹药了 一个注定无法学到精通的技能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练习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练习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掌握了基础的手枪技能之后 李牧便放弃了练习 够用就行了 而也是这个时候 李牧忽然明白了圆梦公司 为什么从不限制过员工 在别的世界获取技能的原因 每一项技能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如果圆梦师贪婪地想获得更多的技能 那务必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那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想想他在小李飞刀的世界 一路走一路浪 最终完成了任务 不正是因为心无旁骛的原因吗 但凡他停下了脚步 去学习任何一项武功技能 说不定这任务都已经失败了呀 束手两端 难免顾此事彼 一旦圆梦的任务失败 圆梦师损失的更多 还倒不如一开始就做好本职工作 踏踏实实地帮客户完成任务 去获取公司的圆梦并 然后提升思维属性 到最后自然也就强大起来了 更何况 客户的梦想那是千奇百怪的 你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学到的技能 在不同的世界 不一定就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啊 比如手枪 在类似于鼠山诸仙的仙侠世界 那起到的作用 简直就是微乎其微 莲花宝剑 在那样的世界里面 那都是个屁 那至于威力更大的枪械呢 哼 别想了 圆梦师只能携带 不超过四公斤的物品穿越呀 想明白了这一点 李牧一阵阵地后怕 感情 圆梦公司坑的不止是技能 不止是客户 还有人心呢 第六十二集 辛苦的不止是魏子齐 还有超杀女 大老爸并没有放过自己的亲闺女 李牧在用毒鸡汤教育魏子齐的时候 他在旁听 然后他认为李牧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乎 超杀女也加入了强军的阵营 本来和谐的妇女关系 出现了一丝丝裂痕 不过 超杀女的脑袋 李魏子齐要清醒一些 她知道造成了一切的原因 是巫师 而不是她老爹 在她心中 大老爸只是被怂恿了而已 但是超杀女又不能开枪干掉李牧 毕竟巫师是她一伙的 而且还可能是她唯一好朋友 唯一的亲人 最关键的一点是 她虽然行为恶劣 但她是个好人呢 不过 这并不妨碍超杀女用语言 来发泄她心中的愤闷 毕竟 她的人设 那就是一个满口粗话的暴力罗利啊 你这个愚蠢的巫师 早晚让你品尝到姑奶奶的愤怒 狗屎一样的巫师 Shit 你个不可叫的混蛋 训练场边 李牧听得一愣一愣的 感受到正在练习 一动把射击的超杀女的愤怒 她悄悄给自己套上了一件防弹背心 安全最重要啊 千万不要被暴躁的小萝莉 一枪给崩了呀 不过 想想超杀女的凶残 李牧感觉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她决定 缓和一下和超杀女的关系 毕竟 超杀女 也算是遭受了无望之灾嘛 李牧走进了超杀女 哎 明点 你在骂我吗 超杀女怒瞪李牧 毫不顾忌地咬牙咆哮了 是的 我就是在骂你 你这个可耻的混蛋 多多了我的幸福生活 李牧面色平静 但是 你的语言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啊 我觉得 你有必要学习一些来自东方的骂人技巧 不仅可以丰富你的语言能力 还可以在战斗的时候 干扰对方的心智 超杀女愣准 什么 李牧笑道 反来覆去的总是fuck shit 你不觉得单调吗 小萝莉的眼神充满了怀疑 你有更好的 李牧看着超杀女笑道 你的脑子被驴踢过 超杀女好似发现了新大陆 兴致勃勃地催促道 五十大叔 继续 李牧摸了鼻子 你妈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把人扔了 把台盘给养大了 太棒了 东方语言果然不大精神 我还要学 超杀女完全被吸引了 以至于都忘记了训练的枯燥和乏味 不停地催促李牧 继续教授他骂人的技巧 而另一边 大老爸是眉头之中 忍不住往李牧这边看了好几眼 他不介意超杀女说粗口 毕竟 超杀女经常游走在生死边缘 适当地抱一两句粗口 可以缓解她的心理压力 但是 他总感觉李牧的教学方式 有些不太对啊 就像是李牧在面对面骂的闺女一样 不过 看超杀女兴致勃勃 精神压力完全被缓解的样子 大老爸终究还是认为 自己多心了 或许 这只是那神秘而又强大的巫师 喜爱自己女儿的一种方式吧 大老爸思考了片刻 一本正经地对练习拔枪术的魏子齐了 不败女 我认为你可以学一学超杀女 适当地抱两句粗口 可以缓解训练 带给你的焦躁心情啊 真的吗 魏子齐是眼睛一亮 当然了 大老爸认真地点头 话音未落 魏子齐一连串的国骂 已经像这机关枪一样地喷勃了出来 刹那间 掩盖住了超杀女的枪声啊 不得不说 小萝莉魏子齐压抑得太狠了 迫切地需要发泄 人不可能只靠鸡血来支撑 而旁边呢 李牧的眼角是一抽再抽 好家伙 这一抱还一抱啊 大老爸 算你狠啊 这一刻 李牧无比庆幸 魏子齐不是他的亲侄女 不然的话 这一趟圆梦之旅下来 这人是真没法要了呀 李牧起了个好头 训练场里 此时画风突变 粗口和枪声齐飞 这乍一听 还以为两个小朋友 在菜市场骂街 然后 把枪打了起来呢 列 果然还是你有办法呀 我一直担心 这么紧张的训练方式 会导致他们的心理出现问题 没想到你简简单单的一个方法就解决了 大老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他甚至特意找到李牧 送上了他的钦佩之情 李牧呢 除了微笑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天晓得呀 他只是想和超杀女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 目前这个样子 才符合R级电影的特性吧 李牧是强行地安慰自己 把大老爸劝走 让他继续训练小萝莉 李牧转身回房间 打开了电视 顺便登陆了海扁王的博客账号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 剧情推进到了什么地方 有可能的话 他想尽快离开这个中二病泛滥的世界 继续停留下去 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会严重下降 继而影响到后续的职业生涯的 海扁王大夫的博客 毫无动静 在拉斯尔的家里 大夫见到了超杀女的凶残 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 暂时熄灭了当超级英雄的心思 现在 大夫应该和他的小女友 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 而此时 弗兰克应该在满世界的寻找 海扁王的踪迹 为他的属下报仇 原本的剧情中 大老爸戴蒙的老巢 会被他原来的黑人搭档发现 继而通过漫画 发现他隐藏的身份 但现在 李牧和魏子齐 住进了大老爸的家中 他当然不希望那种意外情况发生 影片中 黑人警察起到的作用不大 但如果发现他和小萝莉 却会产生太多的不稳定性 所以 李牧提早劝说大老爸搬了家 这黑人警察 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李牧静静地推测了一番外界的动向 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喃喃自语道 下一个剧情的关键点 应该是在海扁王的扮演 还没等他说完呢 一则新闻 突然从电视上跳了出来 突发新闻报道 网络红人 罗莉和猪组合中的海扁王 扮演者 遭人枪杀 惨死劫头 李牧身体一震呢 紧紧地盯着电视屏幕 对 就是这里 下一步 应该是弗兰克的蠢儿子扮演的洪旋风出场了 电影里 洪旋风是关键人物 他负责承上旗下 把剧情推向高潮 他用一个幼稚到极点的计谋 引出了海扁王 并诱杀了大老爸 好吧 海扁王的剧情 的确不能带着智商去看 背景里面的主角配角 甚至充当背景版的 纽约市广大市民 都处在一种智商不在线的状态 尤其是那大老爸 做过警察 被反派陷害 动过监狱 精通枪械 格斗 黑客技能 而且杀人不眨眼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丰富 个人技能屌诈天的家伙 竟然充满了同心 不仅把他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 画成了漫画 堂而皇之地放在了桌子上 盯在了墙上 这家里还不设防 可以被警察好友随意地出入 并且 大老爸还毫无保留地相信任何 以打击犯罪为目的的所有 超级英雄面孔的家伙 当然了 李牧并没有瞧不起谁的意思 毕竟 他是集体智商掉线的受益人 若不然 他和小萝莉也不会轻而易举地 被大老爸接受 然后 他那所谓的超级英雄训练计划 也不会得逞 李牧倒是很享受这种 集体被导演下了降至光环的电影 不然的话 他带小萝莉通关的难度 至少增加十倍以上 魏紫棋和超杀女的训练 有条不紧地进行着 在李牧的建议下 小萝莉从基础性训练 过渡到了射击训练和抗打击训练 射击训练用来杀人 抗打击训练 用来让小萝莉适应挨揍 不至于出现上次那种被人打了一拳 就完全懵逼的糟糕情况 海扁王的扮演者被弗兰克枪杀 代表着剧情已经过半 由不得小萝莉继续夯实基础了 这接下来的几天 李牧除了时不时的在训练场上 甩上几枪 锻炼一下枪杆之外 这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关注网络和新闻动向 他在等红旋风的出现 Tony Lomita 美国最大的犯罪集团主导之一 今天的皇后去被捕 有人报警自称是超级英雄 当一头棕色头发的新闻主持人 在正儿八经的新闻节目上 报道了超级英雄打击犯罪的新闻时 李牧等人正在吃饭 大老爸快看 又多了一个新的超级英雄 超沙女盯着电视 一脸的兴奋 他竟然干掉了一个犯罪集团 哇 哭闭了 大老爸嚼了三明治 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记者 采访红旋风 漠然不语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败女 你怎么看 红旋风的造型好酷啊 在大老爸那里得不到回应 超沙女撇了撇嘴 转向了自己的同伴 不由一愣道 你怎么哭了 没什么 又看到了新的超级英雄 我现在高兴 泪水 肆意地在魏子齐的脸上流淌 她的表情又像哭 又像笑 小萝莉伸手 想擦掉脸上的泪水 却怎么擦 也擦不干净 这红旋风 一度是魏子齐最痛恨的人 但此刻 在她的眼中 红旋风比亲人还亲呢 因为她的出现 意味着电影将近尾声了 她终于可以结束这该死的梦想之旅 看到了回家的希望啊 她快被这几天枯燥而又单调的训练给逼疯了 这小萝莉 是没见过唐若悠 不然的话 他们一定会有共同语言的 带着一丝稀迹 魏子齐小心翼翼地看向了李牧 巫师大叔 我们是不是能去打弗兰克了 弗兰克像是一个关键性口令 瞬间便激活了沉默的大老爸 他看了眼小萝莉 温和地摸了摸他的头顶 快了 我向你保证 弗兰克活不过这个月的 谢谢你大老爸 魏子齐感激地点头 他偷瞄了眼李牧 小声道 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时间提前一些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为父母报仇了 李牧 李牧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小萝莉是静若寒蝉 筋不住缩了下脖子 连忙解释道 魏子大叔 我会抓紧时间训练 保证不会出现一丁点危险的 大老爸 却以为李牧担心他唯一的亲人出现意外 笑了笑 安慰道 李 你的极限训练方法非常管用啊 不败女进步得很快 而且 有海里和我在一旁照顾 她不会出危险呢 哼 不会出危险 李牧笑了笑 没有接话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单纯的不会出危险 可达不到她的要求啊 她不要求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至少也有七八成 才敢让小萝莉打boss 毕竟 小萝莉魏子齐呢不是主角 子弹不会躲着她飞的 随便一颗榴弹 都有可能要她的小命了 她已完蛋 李牧为这场任务所做的一切 全都白费了 沉默片刻 大老爸收回了盯着电视的目光 李 这段时间训练 可能要暂停了 弗兰克的事情不能再拖了 我要花费些时间 收集弗兰克的资料 任务要停 魏子齐和超杀女的眼睛 同时亮了起来 他们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大老爸继续道 原本我和海里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干掉弗兰克 现在有了你和不败女的加入 干掉弗兰克的希望 提升到了百分之九十 我们不能再有那个人渣 活在世上逍遥法外了 戴猫 少安勿躁啊 李牧笑笑的 别忘了 咱们呢 是一个团队 调查弗兰克的事情啊 交给我就好了 你的任务呢 是继续训练他们 超杀女和不败女 同时对巫师怒目啊 用他们这些天最成熟的语言 表达了他们心中的不满 嗯 李 你说的很有道理 大老爸呢 却十分赞同李牧的建议 可是 失去你巫术的协助 训练可能就达不到之前的效果了 两只小萝莉 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眼睛重新亮了起来 李牧呢 装作没有看到 魏子齐祈求的目光 笑道 嗯 雷牧 发现好了 我的巫术啊 可以远程操控 而且 调查弗兰克 用不了多少时间呢 超杀女士毫不客气地 冲李牧 竖了个终止啊 你大烈倒 训练 再继续 晚上 李牧登陆海边王的账号 不出意外地 看到了他发送给 洪旋风的邮件 记下了两人 见面的地点 李牧往身上 揣了一把手枪 拦了辆出租车 提前赶往了 他们的约会地点 洪旋风 是大反派 弗兰克的独子 有这样一条 大鱼在手里 那后续的操作 才好展开啊 第六十四集 肮脏 垃圾遍地的小巷子 海边王摇头晃朗地 走着进来 一抬头 看到靠墙站着的李牧 马上惊喜地冲上来 我说大叔 真的是你 你果然看到了我的邮件 我就知道你们没有放弃我 外地还好吗 他上次可能受了点刺激 他很好 李牧捂着鼻子 看着海边王 脸上满是无奈 我说大夫啊 下次可以选择一个 环境好点的 见面地点吗 你是超级英雄 不是流浪猫狗啊 我知道了 大夫是尴尬的挠头 他凑近了李牧 压低声音问道 不是大叔 你们现在是跟超杀女在一起吗 那个 蓝紫色头发的女孩 真正的超级英雄 当然了 李牧随口敷衍海边王 左右张望 大夫出现了 那么他的猎物 应该也快来了 垃圾桶后面 一抹亮眼的红色闪过 红旋风 正鬼鬼祟祟的 往垃圾桶上面爬 准备经典英雄的身份亮相 李牧早受够了 这空气污浊的小巷子 哪还有心思浪费时间 等待小屁孩的装逼臭屁啊 他几步便走了过去 一伸手 便把爬垃圾桶的 红旋风是拽了下来 顺势揽住他的肩膀 紧固着他的胳膊 热情的招呼道 红旋风 等你很久了 迷途的小羔羊啊 到爸爸的怀里来啊 两倍于常人的力量 红旋风被钳制得死死的 他脑洞的晃动身体 试图正开李牧的束缚 放开我啊 你这混蛋 海边王 这该死的东方老是谁啊 海边王破为羡慕的 看着被巫师亲切 搂在怀里的红旋风 介绍道 诶 别紧张 红旋风 他是巫师 不败女背后的超级英雄 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 什么 红旋风停下了挣扎 一脸掩饰不住的震惊 还有别的超级英雄 可他 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呢 海边王心虚地看了李牧一眼 耸了耸肩道 虽然我也不愿意承认 但确实是 经由海边王证实了身份 李牧满意地笑了 他用力晃动红旋风 使出了激情勃发的英雄枪道 没错 红旋风 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联盟 我们非常欣赏你打击犯罪的勇敢行为 我今天来这里啊 就是来邀请你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伙伴 一个超级英雄联盟 红旋风被晃得有些头晕 他忽然觉得这计划 有些脱离掌控了 他原本计划 利用超级英雄的身份 交好萝莉和朱组合 并把他们组合引诱到木材厂 由他老爹的手下抓住他们 可是 怪力罗利没有来 却意外地多出了一个超级英雄组织 那他的计划还要不要继续呢 红旋风的脑袋发懵 思维有些不太顺畅 红旋风 不要犹豫了 我看过你的邮件 你是个正直而又勇敢的孩子 欢迎你加入我们 李牧热情地拍着克里斯的肩膀道 其他的超级英雄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 李牧 停止了摇晃红旋风的肩膀 让他恢复了些许的思考能力 但是 这突然被打乱的计划 仍然让少年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 该不该去见那一群超级英雄 毕竟他的老爹是黑帮老大 超级英雄的敌人 李牧笑了笑 凑近他的耳朵 低声道 红旋风 我们最近有一个针对 大毒枭弗兰克的计划 需要你这样的超级英雄帮助 弗兰克 一个针对他老八的计划 红旋风心头一震 不由想到了一系列 他老子手下被灭的事件 呼吸有些急促 他艰难地转过头 看向了巫师 看到的是一双真诚中 略带着期待的眼神 哼 愚蠢的超级英雄 红旋风心中 最后一丝一律被打消了 他挤出了一个笑容道 好的 巫师先生 没有问题 我也很希望你是别的超级英雄 不败女 那是我的偶像 巫师的热情 让红旋风放下了戒备之心 他决定跟巫师进入超级联盟太大 说不定可以把超级英雄 一网打尽呢 即便不能干掉超级英雄联盟 那探听到针对他老爹的计划 那也是好的呀 邪恶反派 孤身闯入超级英雄总部 并把他们一网打尽 哼 想想都觉得刺激了啊 红旋风是一喜风发 反派注定要被超级英雄打倒的剧情 从今天起 要被改写了 邀请了红旋风 却没有邀请他 海边王感觉异常失落 他焦急地指着自己道 我呢 巫师大叔 我可以一起去吗 李牧摇摇头道 海边王 那边暂时不需要你 海边王愣了一下 沮丧地垂下了头道 我就知道 你们不会看着我的 我就是个普通的家伙 人们眼中的绿皮小丑 不 海边王 不要妄自菲薄 你呢 有你的优点 那一幕看着海边王 眼神里充满了鼓励 我们一直在暗中关注你 只是暂时不需要你 回去之后 请假练习我交给你的功夫 很快 就会有用到你的那一天的 海边王的精神 顿时又振奋起来 他用力拍着自己的胸膛道 我明白了 武士先生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好了 海边王 你可以回去了 李牧冲他白白手 笑道 记住啊 我给你的承诺 随时等候我的召唤 打发走了海边王 李牧坐进了 红旋风那拉风的旋风快车 武士先生 我们该往哪边走啊 红旋风发动汽车 哦 指着走 我会给你指示路线的 李牧摸了摸插在腰间的手枪 抢先一步 把挂在中控台上 简陋的智能手机 拿在了手里 十分可笑 纽约市最大黑帮头子 亲生儿子 冒险出来执行的诱敌计划 使用的联系方式 哎 竟然是手机邮件啊 跟踪器 窃钉器 等等所有的高科技设备 竟然一样都没有 这不得不让李牧 感慨他们喜人的智商啊 手机被拿 这小屁孩 红旋风脸色 有些不太自然 武士先生 手机是用我来接收 受害人求助有借用的 好 我知道 超金凶总部啊 不能被发现 谨慎起见啊 你的手机 先由我保管 李牧说着 便按下了关机键 可是 还有受害人 红旋风眼瞅着手机屏幕黑了下去 这一着急 想要把手机夺坏 却被李牧挡开了 哎 红旋风 专心开车啊 我可不希望看到一个未来的超级英雄 死于车祸呀 李牧把红旋风的手机 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受害人的事情呢 先不用你操心了 他们会报警的 这警察处理不了的事情 才轮到我们超级英雄登场啊 第六十五集 在电影里 超杀女救出了海北王之后 曾开着 红旋风的跑车逃离 并没有引来追击 但是 李牧并不确定 跑车上到底有没有安装 GPS之类的定位装置 不过 小心无大错呀 在距离训练场 五公里之外 他便强迫 红旋风下了车 徒步前往训练场 一步走错 万劫不复 客户犯错 他阻止不了 但他可以控制自己 尽量少犯低级错误 李牧拥有两倍于常人的力量 五公里的路程对他来说 非常轻松 但这可苦了那 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克里斯 五公里的路程走下来 耗尽了红旋风所有的体力 训练场 精疲力尽的红旋风 终于见识到了 传说中的超级英雄总部 还有里面的超级英雄 一个发际线高到 近乎半突的中年老男人 以及两个互标脏话 打得死去活来的小萝莉 从小的黑帮长得到红旋风 身边的全是粗鄙的家伙 但小萝莉们 几乎不重复的脏话 仍听了他是面红耳赤 他磕磕巴巴地问道 巫师先生 他们就是超级英雄吗 当然了 李沐秀尔点头 黑头发的是不败女 金色头发的是超杀女 中年男人呢 是大老爸 拉斯尔啊 就是被他们干掉的 拉斯尔 那就没错了 红旋风顿时慎重起来 当他幻中眼神 重新观看两个小萝莉时 马上便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两个小女孩的弹跳力和速度 都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 有时候 他们出拳或者出腿的时候 甚至会带出残影啊 该死的 残影 红旋风瞪大了眼睛 用力咽了个唾沫 超级英雄不都是骗人的吗 余光瞄到了红旋风 超杀女立刻停止了和魏子奇的对链 一个剑步窜了过来道 巫师大叔 你怎么把红旋风带来了 红旋风强作镇定 主动伸出了手道 超杀女 很高兴认识你 小萝莉魏子奇也走了过来 诧异地看了红旋风一眼 把疑问的眼神投向了李牧 李牧眨眨眨眼睛 把手指伸到嘴边 轻嘘了一声 魏子奇会议 超杀女 上下打量红旋风的 一个人干尿了一个犯罪集团 红旋风酷毙了 每一个见到他的超级英雄 都很热情 这红旋风彻底把心放到肚子里 他耸耸耸肩道 我只是搜集了他们的犯罪证据 交给了警方 诶 你的年纪做到了这些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大老爸也走了过来 问道 巫师 你从什么地方找到他的 我给不败女发送了邮件 红旋风抢着回答 巫师先生说 你们要对付大毒枭弗兰克 我想我可以帮上一点忙 大老爸皱眉 看下了李牧 李牧呢 是双手插兜 点头道 信得过 很好 我们欢迎任何一个超级英雄加入 大老爸用力拍了拍 红旋风的肩膀 问李牧 需要他加入训练吗 不 李牧果断拒绝了 他笑道 大老爸 红旋风有非常强的无师天赋 我决定亲自训练他 小萝莉为此骑士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红旋风的眼睛 顿时充满了同情 大老爸一愣 看红旋风的眼神 马上不一样了 他再次拍了拍红旋风的肩膀呢 红旋风 无师是最强大的超级英雄 好好跟他学习啊 无师 什么鬼 这不是个绰号吗 为什么这群人这么激动呢 红旋风是一脸的懵逼啊 超杀女 满脸羡慕嫉妒恨 他抬头看着李牧 嘻笑道 巫师大叔 红旋风既然可以成为巫师 我呢 我可不可以 我也想学习神奇的巫术啊 哼 一群怪咖 红旋风默默吐槽 哼 你不行 超杀女 你呀 更适合成为一名战士 李牧笑着摇头 转身对大老爸说道 抱准备见密室 巫师的训练呢 非比寻常 我们需要绝对的安静 嗯 没问题 大老爸 如今对巫术那是深信不疑 他对即将成为第二个巫师的红旋风 比所有人都重视 密室之内 牧送大老爸等人离开 李牧反手锁上了门 红旋风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 仍然在兢兢业业的演戏 巫师先生 世界上真的存在无数吗 当然了 李牧笑着点头 从身后的背包里拿出一件夹克 克里斯 欢迎来到超级英雄总部 巫师先生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红旋风猛地后退了两步 震惊地看着李牧道 你 你知道我的身份 克里斯阿米克 弗兰克阿米克的独子 对吗 李牧笑眯眯地抽出了手枪 对准了克里斯的额头 克里斯是手足冰凉啊 继续后退 直到贴到了墙根 他磕磕巴巴地道 巫师先生 这可能是个误会 毕竟 我亲手把托尼罗密特 送进了监狱啊 哼 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是蠢货呀 李牧笑了笑 用枪指着指着他拿出了夹克 好孩子 穿上这件无实噱头的战袍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枪口下 克里斯脸色苍白 他走过来 颤巍巍地接过了夹克 正准备穿上 可把这夹克一打开 他整个人都吓傻了 直见了夹克的内层 缝制着一圈黄色的塑胶炸弹 炸弹的外层 密密麻麻地缠绕着五颜六色的电线 电线的中间 隐藏着一个看上去 又很复杂的引爆器 发出了滴滴滴的响声 克里斯用力吞咽了唾沫 吴师先生 我 除非你现在就想死啊 李牧的枪口 始终不离克里斯的脑门 克里斯 你父亲十一年前 害死了大老爸的妻子 超杀你的母亲 我想 他们很乐意为亲人报仇的 克里斯是汗如雨下 颤声道 吴师先生 你这是绑架呀 你们这超级英雄 这样做是不对的 哼 这感人的智商啊 李牧白了他一眼 孩子 我没有多少耐心啊 穿上 克里斯 我把你带来这里 没有泄露你的身份 足以证明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把这唯一的机会浪费掉 我现在开始数数 一 二 三 花一未落 克里斯一咬牙 颤巍巍地穿上了那件恐怖的夹克 背后 滴滴答答的声音像是催命符一般 让他无比的绝望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巫师先生 你想要我做什么 克里斯 睁开眼睛 保持微笑 像个正常人一样 我不想让大老爸他们发现你的身份 你这副鬼样子会露馅的 李牧声音轻柔 但听在克里斯的耳朵里 就像魔鬼一样 不过 他还是听话地睁开了眼睛 在心中狠狠诅了一番李牧之后 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巫师先生 这样可以了吗 彼此死了还难看 克里斯 等会儿我给你一个小时 对着镜子呢 练习一容一表 李牧看着克里斯 轻声道 克里斯 说正事之前呢 我有必要向你介绍一下这款 巫师学徒战袍啊 免得你生出不该有的小心思 我听着 克里斯尽量让自己平静 但身上那件可怕的夹克 却让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止不住地颤抖 不要激动啊 容易引爆炸弹的 李牧看着他一眼 笑眯眯的道 克里斯 巫师学徒战袍 采用了最先进的炸弹工艺 接驳你的神经和心跳 他呢 有三种引爆方式 第一 我可以远程控制 直接引爆 第二 当你脱下夹克 或者试着拆除炸弹 他会直接引爆 第三嘛 当你去了活动 或者情绪激动兴奋 导致心跳超过了130下 同样 会引爆他 第66级 话说 前面两项 那是常规的炸弹操作 克里斯还可以接受 可是这心跳超过130下 也能引爆炸弹 这是什么见鬼的高科技呢 而且 这样做的意义 又是什么呢 克里斯简直要抓狂了 他看着李牧 带着哭腔道 巫师先生 我是人质啊 我觉得心跳超过130下 就会引爆炸弹 是个很不人心化的事 不仅对人质不友好 对您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在生命的威胁之下 克里斯的智商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啊 哦 李牧看着他一样 为什么呀 太不可控了呀 克里斯哭散了脸 试图是说服李牧 巫师先生 这活着的人质 才有作用啊 总有一些特殊情况 会导致心跳超过130的 那一旦我死了 您做的一切 不都成了无用功了吗 我父亲 不会在乎一个死人的呀 李牧的 克里斯 我觉得你是个怕死的人啊 不会主动引爆炸弹的 神经病啊 咱俩说的是一个问题吗 克里斯是忍不住高声道 我是怕死 可是我无法控制我的心跳啊 随着他声音的加大 克里斯感觉自己的心跳有些加速 他连忙又把声音是压低了下去 克里斯 你刚才完美地控制住了你的情绪啊 李牧是轻轻鼓掌的 这个正是我设计这款炸弹的意义所在啊 什么 克里斯瞪大了眼睛 那咱们来分析一下啊 有什么原因会导致心跳加快呢 李牧看着克里斯 慢条撕里的道 第一 剧烈运动 假如你想要逃出这个基地 为了不止心跳加快 而引起爆炸 就不得不使用慢走的方式 而你的车呢 在五公里之外 这样就减少了你逃跑成功的可能性 克里斯是脸色发白 下意识地捂住了心脏 五十先生 我没想过要逃跑啊 李牧笑了笑 继续道 第二 心虚紧张 我们仍然假设你要逃跑 你不仅不能快跑 还要保持心平气和 因为一旦被人发现呢 都有可能因为一瞬间的紧张 而引发心跳过快 进而导致 砰 克里斯喉咙发干 苦着脸道 五十先生 我真没有想过要逃跑 李牧没有理他 继续道 第三 兴奋或者激动的时候 假设 你利用慢走的方式逃出了基地 而且很幸运地 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你成功地走到你的车旁 打开车门的一瞬间呢 你会不会因为逃出升天 感到激动 而激动的时候 心脏又会不可控的加快 然后又是砰 克里斯是脸色煞白呀 李牧笑道 那次情况还有很多呢 比如 你克服了重中困难 终于成功地逃了出去 肯定会想办法解开炸弹吧 这拆炸弹的时候 你的心跳会不会因为紧张而加快呢 你会不会担心 在拆除的过程中 炸弹爆炸呢 那任何一个情况 都有可能导致心跳过快 而引发爆炸呀 克里斯是不停地做着深呼吸 缓解已经逐渐加快的心跳 他不得不这样做呀 因为他总有种感觉 心跳已经到临界点了 李牧看着克里斯道 李斯 愤怒的时候 这愤怒的时候 心跳会飞速加快 比如刚才 你已经非常恨我了 恨不得马上置我于死地 但是呢 因为你怕死 便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 克里斯的嘴唇都在哆嗦了 你 你是魔鬼吗 哼 我不是魔鬼 我是巫师 李牧笑道 克里斯啊 类似情况呢 还有很多 你还想继续听我分析下去吗 不 克里斯果断地摇头 他怕再听下去 真的会原地爆炸 他泪流满面 哽咽道 吴师先生 我还是个孩子 哼 谁还不是个孩子 那我总不能一直渴着自己带来的孩子活活吧 李牧看了他一眼 克里斯 当你决定替你父亲做事的时候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克里斯张张嘴 沉默不已 李牧道 成年人呢 要懂得进退 学会控制情绪 不宜污喜 不宜脊背 戒尘 戒怒 戒灶 戒色 戒喜 戒酒等等 戒掉一切会导致心跳过快的因素 才能长命百岁啊 克里斯是欲哭无泪 他很想说 你把炸弹拆了 我照样能长命百岁啊 但是他不敢 克里斯不甘心地问 为什么要无视先生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对我 因为接下来让你做的事情 很考验你的眼睛和心理状况 李牧看着他 如果你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担心会失败 克里斯无语 李牧停顿了一下 拿出了克里斯的手机 好了 克里斯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缓和一下情绪 然后给你父亲发掉信息 告诉他 计划有变 超级英雄不止一个 纽约市还有更多的超级英雄 而你通过海边王呢 已经成功地打入了超级英雄内部 让他不要担心 克里斯悲愤地问 你要利用我 对付我的父亲 对吗 李牧看了他一眼 笑道 克里斯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 记得我说的是 我们最近有个针对 大毒枭弗兰卡的计划 需要你的帮助 记得你当时答应得非常痛快 当时我还十分诧异 不过 我喜欢你这样大义灭亲的少年 毕竟 你曾经亲手把 托尼罗密塔送进了监狱 这也是你擅长的事情 我 克里斯是猛地握紧的拳头 诶 克里斯 解怒我啊 李牧干咳了一声 指着指的身上的夹克 克里斯是连忙松开了拳头 深呼吸 片刻后 他缓和了下来道 无事先生 你要我怎么做 我不可能亲手害死我的父亲 击击他再坏 否则的话 我宁愿和你同归于尽 放心好了 我的目标不是你父亲 李牧摆摆手 啊 真的 当然了 那你要我做什么 李牧摆进了开机键 在等待开机的过程中 他说道 把我刚才的话 先发给你父亲 不要让他担心你 好 顺便告诉他 为了避免暴露 你没办法时刻跟他联系 但要他 时刻保持开机状态 说着 他把手机还给了克里斯 克里斯 不要耍这么花样啊 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儿子 一旦你出事了 你父亲这些年 打生打死 积攒下来的家产 可就要便宜别人了 如果你活着 那那些财产 至少还像阿米克呀 具具攻心啊 克里斯的身体猛的一阵 他接过了手机 深吸了一口气道 放心好了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第六十七集 在李牧的监视下 克里斯照要求 给他的老爸发送了短信 短信刚发出去 弗兰克的电话 马上打了过来 这刺耳的铃声响起 克里斯是吓了一跳 手忙脚乱地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捂住了飞快跳动的心脏 察觉炸弹没有爆炸的迹象 这才松了口气 可饶是如此 他仍然吓出了一头冷汗 太刺激了啊 短信提示音 克里斯看了一眼 主动把手机递给了李牧 克里斯 告诉我地址 我带人杀过去 李牧扫了一眼 把手机重新丢给了克里斯 喂 这里是超级英雄的总部 戒备森严 并且超级英雄都很强大 小妹这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等你调查清楚再做决定 告诉他 不要再联系了 等你单线联系 克里斯完成了短信发送 又把手机还给了李牧 奇怪地问道 吴师先生 您为什么不亲自回复呢 这只是文字 不是通话呀 李牧看了他一眼 按下了关机键 每个人的习惯性用语 和语法都不一样 我呢 不想让你脑袋看出破绽 我去 太谨慎了啊 克里斯的瞳孔是微微一缩 越发的绝望了 连用词语法这样的小细节 都能注意到 那么这炸弹 看来一定是真的了 这刚刚从心底冒出来的 堵一把心跳的小火苗 马上熄灭了 克里斯讨好地问 吴师先生 下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跳 李牧的 你是超级英雄红旋风 是无师学徒 不要让大老爸和朝杀女看出破绽 不然呀 我也保不住你 哈 你保我 克里斯好玄没抽过去 差点没忍住 把身上的夹克拖下来 甩在李牧的脸上 克里斯 为了能让你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呢 特意为你准备了两样东西 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的 看了克里斯一眼 李牧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 小小的充电音箱和一把弹箱 在克里斯奇怪的眼神中 李牧按下了音箱的开关 伴随着敲击沐鱼的声音 这悠扬的繁音在房间里回荡起来 克里斯的眼睛是凸得瞪大了 这什么玩意儿 大悲咒 佛教的经文 可以消除人的烦恼 使人心灵觉醒 消除人的恐惧 害怕和不安 能治病 消业 降魔 潮度 听它 可以让你心灵保持平静 李牧点燃的檀香 放在桌子上 檀香呢 镇顶安神 同样可以安抚你的紧张和焦虑 让你保持身心放松 Fuck 你是魔鬼吗 给我穿上炸弹背心 然后让我听镇定安神的大悲咒 大悲咒可以降妖除魔 你听了就一点都不心虚吗 再说了 你不是巫师吗 给我听佛经是什么鬼呀 克里斯听着反应 闻着檀香 看着李牧 这脑海里是一片空白 他快疯掉了 克里斯 祝你好运 我出去呢 有些事 过会儿呢 回来看你 李牧笑着看了克里斯一眼 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渲染 这是李牧又弄佛经 又点檀香的原因所在 只要搞得越正式越严肃 克里斯才会越相信 这心跳超过一百三十下 炸弹就会爆炸的说法是真的 李牧又不是炸弹专家 做不出炸弹来 这种事又不能找大老爸帮忙 那炸弹背心啊 根本就是个道具 鬼都炸不死一个 若不然那么多的炸弹 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和克里斯 在一个房间里谈笑风声啊 李牧找到大老爸 戴亡 弗兰克的皇后区域 有间伪装成木材厂的 毒品加工车间 他们今天在那里设服 打算又杀害变王 我认为有必要过去 盖掉对群人 断掉弗兰克的左膀右臂 电影里 大老爸和超杀女 抓住了弗兰克的助手科迪 问出了木材厂的位置 才杀了过去 而现在 因为李牧和魏子齐 大老爸这几天 连门都没出 自然没机会 探听到木材厂的消息 但这 并不妨碍 李牧主动告诉他 木材厂里有 弗兰克十多个金牌打手 是在今晚 被大老爸干掉的 李牧不想因为自己的关系 让这群打手 活到故事的最后 给自己添麻烦 他必须消弭 一切潜在的危险 消息准确吗 大老爸问 所有关于弗兰克的事情 都会引起他的关注 签证完全 李牧道 洪旋风提供的消息 因为我们提前通知的海边王 他没有去涉险 木材厂的人呢 应该处于不涉防的状态 这正是除掉他们的好机会 嗯 我马上出发 大老爸道 他回头看了眼 仍在训练的超杀女和魏子齐道 如果打掉木材厂 肯定会引起弗兰克的警觉 那么 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李 你留在这里监督 为自己的训练 他的身手还是太弱了 我不想他在杀弗兰克的时候受伤 嗯 没问题 李牧点了点头 大老爸的提议 正合他意 电影里 大老爸一个人轻而易举地 干掉了木材厂所有人 毫发无伤 李牧才不想跟着去 淌这趟浑水呢 安全 是袁梦师的第一手则呀 那在电影里死了 死了一了百了 所以 除了必须出现的任务关键节点 李牧任何危险的地方都不会去 更不允许客户以身犯险 大老爸交代了超杀女和魏子齐 接下来的训练项目 便换下了蝙蝠侠的装备 带好了武器 孤身一人 前去木材厂杀人 留下李牧 监督两个女孩训练 小萝莉为子齐找到了机会 凑到了李牧身边 鼻声问道 卧师大叔 你把红旋风弄来干什么 你不怕扰乱剧情吗 剧情 李牧冷冷地扫了小萝莉一眼 接下来的剧情 大老爸会因为红旋风而死亡 你希望看到这一幕吗 小萝莉愣住了 她回头看了眼正在练习枪法的超杀女 乐乐地道 不希望 我不想明帝成为孤儿 那不就结了 别跟我扯什么该死的剧情 现在啊 我是导演 李牧看了眼小萝莉 单单地道 如果你不去训练 明帝不会成为孤儿 你的父母啊 一定会成为十度老人的 小萝莉白了 李牧一眼道 巫师大叔 红旋风可是坏蛋 你现在不应该去看着他吗 魏子切 管好你的嘴巴 李牧狠狠地瞪着小萝莉一眼 记住 她是超级英雄红旋风 现在是我巫师的学徒 正在密室里修行了 知道 不会怪你好事的 小萝莉吐了吐舌头 转身跑去找超杀女炼枪去 不得不说 人的适应性很强 这短短几天的时间 魏子切已经适应了 高强度的训练生活 大概两个多小时后 李牧收到了 大老爸任务成功的电话 他想了想 起身回到密室 找到了正在修行的 巫师学徒克里斯 给他的老子弗兰克 发了一条警告信息 一个穿着像蝙蝠侠的 超级英雄 正准备去袭击木材厂 让木材厂的人 提前做好准备 克里斯信以为真 发完消息之后 由衷地感谢李牧道 牧师先生 谢谢你 你的一条消息 救了很多人呢 李牧看了眼克里斯 沉默偏刻道 不客气 第六十八集 一日三餐 是为紫棋最幸福的时光 李牧不停地用共享 给他刷状态 所以只要李牧精神饱满 他连困都不会困 更不用说睡觉了 尤其是李牧 一直在给他强调 一条命通关的危险性 对他进行残酷的训练 那大老爸 更是对他高标准严要求 当然 他自己也不想死 不想自己的父母 成为尸毒老人 所以 他的训练格外认真 这么多天 他都快忘了 睡觉是什么滋味了 枪术 格斗 躲逼技巧 以及各种各样的粗口 是这些天的小萝莉的 全部日常生活 有时候摸摸手上 因为扣动扳机 而磨出来的老简 小萝莉甚至会忘了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背着书包 坐在明了的教室里 跟着老师同学 学习加紧成熟的美好日子 似乎成了他脑海深处 最遥远的回忆 小萝莉羡慕超杀女 羡慕她偶尔可以 不用训练 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昨天晚上训练的时候 他甚至羡慕起了 被李牧带去密室里的 大反派克里斯 不管李牧把他骗来的 目的是什么 至少他不用训练 并且还可以 每每地睡一个好觉 可是 当吃早饭的时候 当魏子齐看到 被李牧从房间里 领出来的红旋风时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什么羡慕 什么是个好叫 瞬间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愣住的 不只是他 还有超杀女和大老爸 昨天晚上 红旋风来的时候 虽然看上去有些疲惫 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酷炫的发型 精致的面具 红黑相间的超级英雄几身衣 以及背后拉风的斗篷 就像是一个真正的超级英雄一样 但是今天 他们见到的是个什么鬼啊 红旋风仍然穿着 昨天的超级英雄制服 可是外面 却套了一件 黑乎乎臃肿的夹克衫 并且还把斗篷穿在了里面 黑色的面具 仍然戴在他脸上 精心打理过的假发套 软啪啪地垂在两边 苍白的脸色 好像是一个晚上没睡 这让红旋风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 纵欲过渡的非主流战士 尤其是他的怀里 竟然还抱着一个小音箱 播放着圣洁的烦音 他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呀 这好好一个黑二代 为什么变成这副凄惨的模样呢 那再给他一个碗 他都能直接去广场上要饭了呀 艰难地咽下嘴里的三明治 小萝莉偷偷地看了眼里目 瞬间觉得 训练场上残酷的训练 真的好幸福啊 巫师大叔 红旋风病了吗 超杀女惊讶地问 超杀女 谢谢关心 我很好 克里斯略显迟缓地 看了超杀女一眼 挤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大家早上好啊 李 他真的没事吗 克里斯的状态 让大老爸担忧 他看向了李牧问道 好 没事 李牧笑着摇头 这是巫师的正常修行过程 每一个巫师的成长呢 都不易 需要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才能磨练出 强大的意志和精神力 这未来几天呢 红旋风都会以 这样的样子出现 这是正常现象 大家不用大惊小怪的 几天哪 小萝莉为子齐 打了个哆嗦 禁不住 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训练了 超杀女 诧异地看着克里斯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庆幸 他耸耸耸肩 坐回了餐桌 巫师大叔 你说得没错 我的确不太适合 成为一名巫师 至于大老爸 只要能培养出 另外一个强大的巫师 他可以接受一切 李牧拍了拍 克里斯的肩膀 红旋风 用最快的速度 接受你的早餐 巫师的密室修行 不能中断 我明白 巫师先生 克里斯悠哑地冲李牧点头 这是心如止水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这磨炼的一个晚上 他进步得很快 已经可以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吃过早饭 李牧和克里斯回到密室 克里斯向李牧邀功 巫师先生 我表现得怎么样啊 拜托 你一共就说了两句话 好不好 但这个时候 李牧是不会打击 孩子的自信心的 他点点头呢 表现不错 李牧眼神飘忽 不太忍心直视 克里斯的新形象 不得不说 这是他的疏忽 他完全没有考虑 克里斯穿上了 炸弹夹克后的 个人生活问题 以至于克里斯穿上 夹克后 一切都晚了 那他总不能 让克里斯 把炸弹夹克脱下来 洗个澡 换身衣服 再重新穿上吧 这一想到 克里斯还要穿着夹克 度过好几天 这样的日子 李牧就有些心生不忍 可怜的孩子呀 巫师先生 您说的没错 大杯咒的确可以 让人心神安宁 我想 我已经爱上他了 克里斯轻轻地拍了拍 随身携带的小音箱 闭上了眼睛 沉浸在了当敌心灵的繁音中 克里斯 什么事 巫师先生 克里斯重新睁开了眼睛 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李牧呢 巫师先生 您请说 克里斯温柔地 抚摸着他的小音箱 就像抚摸他的生命 大老爸最短晚上 干掉了木材厂里所有的人 并一把火烧掉了木材厂 什么 克里斯瞪大了眼睛 猛地站了起来 哎 克里斯 解称呢 李牧一指导的夹克 提醒道 啊 难无可罗恒纳 堕罗爷爷 在李牧瞻目结舌的神情中 克里斯深吸了一口气 默念了几句佛经 激动的神情 很快平静了下来 巫师先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明明给我父亲 发送了事情的短信呢 大老爸赶去木材厂的时候 里面的人毫无防备啊 李牧耸了总监 我想他们应该没有收到 你老爸的警示 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到短信发送成功了 克里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这么重要的事情 即便父亲不相信 也不至于一点防范都没有啊 一定有问题 嗯 也许是中间的某环节 出现了错误的 导致木材上的人 没有收到通知 李牧寻寻善用 说道 说不定是与父亲身边的人 故意拦截了信息 想要借大老爸的手 排除一击 焦 一定是焦 克里斯恍然大悟 已经是他在管理木材厂的事情 但没有理由啊 我小的时候 他就跟在我父亲身边 他不可能背叛我父亲呢 这种事情 怎么说得清楚啊 李牧摊手道 说不定是摩批货出了问题 也说不定 他想另起炉灶 克里斯 没有人愿意 一直屈居人下的 但老爸要去木材厂杀人 连许政治骄傲 消灭罪证的好机会 你说的没错 吴时先生 克里斯沉默了片刻 懊恼地抱住脑袋 骄傲一定出现问题了 我父亲有危险 吴时先生 请让我用一下手机 就要在你的父亲身边 弗兰可不会仅凭一条短信 就相信他的老伙计 背叛他的 李牧是悠悠地道 那怎么办呢 克里斯绝望地问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一直被他蒙骗下去啊 嗯 可以把他骗出来 李牧把手机丢给了克里斯 说道 告诉你父亲 说你需要一些支援 让你父亲安排新的过的人 来和你接头 好主意 克里斯高兴地接过了手机 可转瞬 还想起了什么事情 这一脸狐疑地看着李牧 吴时先生 您为什么帮我呀 李牧笑了笑 克里斯 不管我怎么对你 但我的目标呢 从来不是弗兰克 我昨天就告诉过你的 第六十九集 是的 我的目标不是弗兰克 弗兰克是超杀女和魏子齐的 我的目标呢 自始至终 都是你老爹手下的得力助手啊 李牧保持微笑 默默地道 克里斯 跑更问地 可是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和弗兰克的仇人 大老爸 住在一起 却又让我给弗兰克 东风报信 你和我合作 却给我穿上了这该死的 炸弹背信 还把我 带到了一群 仇人的中间 没错 哎 我就是这么矛盾 你们这一群愚蠢的NPC 永远都不会明白 一个圆梦师 帮助该死客户实现梦想的过程 那是有多难呢 李牧心情黯然 他默默地掏出了手枪 克里斯 我不喜欢听人质唧唧歪歪 而且 你是成年人了 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 克里斯呼吸一致 下意识地摁住他的小音箱 然后 他对着李牧露出了最真诚的笑容 没错 巫师先生 你教 的确是我父亲身边的内鬼 安全 是袁梦师的第一手责 安全序列优先级 是袁梦师第一 客户第二 所有涉及任务的目标人物 第三 目标人物呢 可以死 但要死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客户 不可以死 毕竟 活的客户 才能实现梦想啊 那袁梦师 也必须活着 袁梦师死了 客户 梦想 那就都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小萝莉 太弱小了 而她的梦想 太过彪悍 限制条件又多 这就相当于给了李牧一个命题作文 她不得不在框架之内 为小萝莉打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提升小萝莉的个人实力 是最容易做到的 但起到的作用 其实有限 超杀女利落的身手 是经过着常年累月锻炼出来的 李牧折腾出来的极限训练计划 更多的是磨练小萝莉的意志力 以及培养她和超杀女 妇女的默契和感情 那不然的话 大老爸发了疯了 才会带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一起去杀弗兰克 内部提升个人实力 那外部 当然要削弱敌人的实力了 李牧甚至想过 把弗兰克所有手下的枪支 都换成空包弹 但那样子的难度系数太高了 远远超出了李牧的能力范围 大老爸曾经用漫画的形式 在墙上画了一张 弗兰克集团的金字塔图谱 加上弗兰克 从上到下至少有三十多人 能被大老爸特意画在墙上的 那自然不是小喽喽 肯定是有名有姓的领导层 在这些人中 周排在第二位 是弗兰克的左膀右臂 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电影里 他害死了大老爸 在超杀女解救海扁王的过程中 被干掉 电影的后半程 弗兰克的贴身保镖 不得不换成了一个 又蠢又笨的胖老黑 现在 红旋风克里斯 落在了李牧的手里 大老爸和海扁王 被擒的事情自然不会发生 焦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那也就活了下来 所以 李牧必须用自己的办法 把他干掉 不然的话 那结尾的变数可就太多了 吴师先生 你说焦会一个人来见我吗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一处小山坡上 李牧和克里斯躲在汽车里 用望远镜摇摇地观看下面一处废旧的汽车回收场 那里是克里斯和焦约定见面的地方 我怎么知道呢 这是你父亲的手下 你比我更熟悉才对啊 李牧一手握着枪 硬一只手抓着方向盘 表情镇定 可心里面 着实有些紧张 海扁王是一部电影 除了主配角几个有名有姓的家伙之外 大部分人都只是作为龙套存在的 那这一点对李牧非常的不友好 因为剧情改变之后 他完全没办法通过人物性格来推断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 现代枪械可以让任何一个龙套拥有堪比武林高手的能力 不可控性 加上随处可见的热武器 那对李牧来说 海扁王难度是远远大于多情剑客的 比如 现在的李牧就不确定 这焦会遵守约定一个人出现 还是会带着一帮打手直接杀过来呢 吴师先生 如果焦是一个人来的 你会杀了他吗 如果被我父亲知道 是我设计杀了焦 他一定不会饶了我的 克里斯双目无神 摸出了他的小音箱 低声祈求道 我现在心里很慌 可不可以听一会儿大悲咒啊 你给我闭嘴 你如果再敢弄出半点声音 我现在就崩了你 李牧是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他有点后悔之前出了馊主意了 这该死的熊孩子 听大悲咒竟然上瘾了 甚是活见鬼啊 克里斯是善善地一笑 把小音箱重新塞进了衣兜 闭上了眼睛 嘴里念念有词 李牧 宁神仔细听 难无赫罗衡纳 罗多叶叶 还是大悲咒啊 李牧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面黑如墨 妈妈屁 这熊孩子肯定是在故意报复他呀 突然 下方传来一阵汽车隐轻的轰鸣声 三辆黑色奥迪 呼啸着冲进了汽车处理厂 急刹车 狼烟激荡 十多个威武雄众的黑帮分子 从车上冲了下来 转眼 分散到了处理厂的各个角落 一身黑色西装的骄傲 施志然 最后一个 从车上走了下来 奶奶的 不守信用的混蛋啊 李牧暗骂了一句 转头对克里斯说道 克里斯 他带这么多人出现 一点都没有在乎你的死活呀 克里斯看着下面停车场里的骄傲 黯然道 不是先生 我们走吧 不用和他见面了 看样子 他确实背叛了我的父亲 没等他说完 李牧已经发动了汽车 掉头驶离的原地 约莫跑出一里地之后 李牧按下了手里的遥控器 C4 无线电波控制 原梦师 从来不做无准备之事啊 轰的一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从后面传来 那是地动山摇 哪怕李牧坐在汽车里 仍然感到了一阵阵的冲击力 他从后视镜看去 废旧汽车处离场的位置 浓烟滚滚火光充天 不知道爆炸点燃了什么东西 突如其来的爆炸声 吓了克里斯一跳 他脸色煞白 捂着心脏 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 巫师先生 是你做的 嗯 李牧淡淡地点了点头 莫名地叹息了一声 克里斯 放会儿大悲咒吧 一阵沉默 克里斯的充电小音箱 响了起来 梵音回答 李牧的心情 前所未有的平静 第七十集 巫师先生 我的下场 会不会和焦一样 悠扬的诵经声中 克里斯前所未有的平静 即使的问题 充满了绝望的意味 李牧转头看他一眼 有两个选择 一 你和弗兰克都死 二 你活着 弗兰克死去 你怎么选呢 怨念啊 大悲咒也震不住的怨念 可以都活着吗 克里斯 忧愿地看着李牧 李牧呢 平静地说道 你父亲 害了很多人 克里斯绝望了 他默默调告了音量 心中悲叹 大悲咒啊 你不是能想要除魔吗 可魔鬼 就在我身边呢 骗客 他抬起头来 凝视着面前宽阔平坦的公路 轻声道 无师先生 我还年轻 哎 回答得很有水平啊 一看就是反派的优秀种子呀 李牧看着一脸目然的克里斯 淡淡地说道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是正义的英雄洪旋风 是无师学徒 将以打击犯罪为荣耀 直到你负起死亡为止 你才能变回克里斯阿米克 话说这意外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世界意志热衷于修正剧情 他总希望把这歪掉的东西 摆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比如李牧刻意避开的黑人警察马库斯 终于还是找上了门来 李牧两人回到训练场的时候 大老爸孩的搭档马库斯 正在激烈地争吵 两个小萝莉 则百无聊赖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热闹 超杀女手里转动着蝴蝶刀 魏子齐的手里 把玩着一柄USP 收手吧大猛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需要超级英雄 你会毁了他们的 马库斯 毁了他们的不是我 是弗兰克和他的组织 我不会收手的 除非弗兰克和他的组织湮灭 李牧回来 两个人的争吵被打断 马库斯回头 又看到了车窗里的红旋风道 Fuck 竟然还有红旋风 大猛 你真的准备组建一个超级英雄俱乐部吗 他们都还是孩子 应该坐在教室里学习知识 而不是跟着你杀人放火 真是活见鬼 马库斯 你该离开了 大老爸一脸平静地感人 马库斯的目光 环视训练场里形形色色的超级英雄 最后 洛回到了大老爸身上 大猛 木材厂的事情 他们知道是你做的了 甘吉特正在四处找你 你放弃机会后 他一直在弗兰克的贿赂名单上 继续执迷不悟下去 甘吉特早晚会找上门的 说完 他失望地看了眼大老爸 转身向训练场大门外走去 等他离开 李木材推车门下车 大老爸看着李木 解释道 你 他是我以前的达到马库斯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李木点头 嗯 我知道 若不然 他也不会给你同胞抱歉了 戴蒙 他是个好警察 大老爸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 目光凝重的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该让弗兰克滚蛋了 训练了好几年的目标 终于要实现了 超杀女士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是 李木看向小萝莉 魏子齐 他更是激动 生怕李木不同意思的 又是点头又是作医 就差对他跪下磕头了 虽然李木觉得准备的还不够充分 但大多数人都迫切地想要推BOSS 那他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好反对的了 而且 Joe刚被他炸死 他的儿子克里斯又生死不明 那的确是个对付他的好机会 于是 李木笑了点了点头 好吧 是时候让弗兰克滚蛋了 听着一群人在讨论干掉自己的父亲 克里斯面沉似水 这一刻 他非常想扯掉身上的炸弹背心 像个英雄一样 和这一群人同归于尽 拯救自己父亲的性命 但冲动的念头刚刚升起 便看到了李木那一双平静的眼睛 在注视着他 然后克里斯狂自的心情 骤然平静了下来 他还年轻 生命是那么的美好 为什么要用他年轻的生命 去换一个老头子的生命呢 弗兰克老了 已经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了 自己活着 这阿米克家族 才能繁衍下去 是的 他活着 是为了阿米克家族的延续 这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克里斯瞬间坦然了 他默默打开了小音箱 听着熟悉的烦音 在众人诧异的眼神中 表情庄严肃穆 穿过人群 走到了一边 坐到了训练场旁边的椅子上 眼不见 心不乱 耳不听 心不烦 和电视上跳脱张扬的洪旋风比起来 此时的洪旋风 像是完全变了个人 大老爸倍感奇怪 洪旋风怎么了 他是在修行吗 是的 李牧看了眼克里斯 信口开河道 他正在修行无视的不动静 对外界不听 不闻 不看 不说 这炼到大成 泰山崩于浅而面不改色 这不得不说 他的确很有巫师的天赋 大老爸问 可是巫师的修行 为什么用佛经呢 佛本是道 道本是巫 世间诸多法门 博大精深 但修行到最后 那是殊途同归 自然是什么适合他用什么 李牧看着 克里斯是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至于他为什么用佛教的经文 是因为他的未来 更适合成为一名僧巫 僧巫 不明觉历 大老爸和超沙女 齐齐地向克里斯 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吴师 果然是个强大的职业 比战事难多了 李牧收回了目光 顺势把话题转了回来 好了 我们不谈胡旋风了 还是讨论一下 怎么对付弗兰克吧 吴师大说 对付弗兰克的时候 红旋风会去吗 超沙女显然对克里斯 更感兴趣 追问道 嗯 会的 李牧再次看了一眼克里斯 笑道 他会和你们并肩战斗 恶魔呀 肠椅上的克里斯是猛的一颤 手里的小音箱 差点又掉在地上 他扶稳了音箱 睫毛急剧颤动 却自始至终 没有睁开眼睛 吴师大叔你疯了 知道克里斯底细的魏子齐 叫了起来 他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去 他可是 李牧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冷烈的眼神 看向小萝莉 可是什么呀 小萝莉垂下了头 窃窃的道 他可是才修行了两三天的时间 上战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牧哼了一声道 不败女 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 他能起到的作用 可比你大得多 视频道